大家好 我是Jason 大家好 我是Ray 我們是Pure Living 上一集我們都談過五大投資英國的方法 很多朋友 很多觀眾都有問 其實我們應該在英國買甚麼樓適合我們 這集我們就想談一些考慮 有些因素我們要考慮 首先大家要注意 究竟你投資物業之前 有沒有想過你最想得到的是物業的升值 還是一些租金收入 再想想會不會有些穩定性 要它持續升值 另外一點要考慮一下 就是你其實有多少時間 你想放多少心機在投資項目 因為有些投資者可能想不動 是完全想手上 可能是一個投資者最適合你 你英國那邊有多少熟悉的朋友 親戚 那邊的公司 有多少人可以幫助你 當然是你越熟悉那邊的人 你可以越相信 當然你投資的方法是可以豐富的 究竟你打算持貨 即這個物業是多久 究竟是一個長線的投資 或者是一個你所謂摩貨形式的 短線的投資 這個都會令到我們提供給你的方案不同 回補率你的投資者需要多少 剛才上一集都說過 HMR的回補率 可能達到20%都可以做到 再多些都可以做到 也不奇怪 普通的Bite Select 可能達到5%至8%都可以做到 所以大家的回補率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這一點你要考慮多一次 再到下一點 就是究竟你何時可以拿到一筆錢出來做這個投資 因為始終投資物業都是一個小型的project 大家都可能有機會受到一些外圍的因素影響 尤其是好像英國這樣 現在有一個有機會是硬脫勾的情況 你會因應你的需求 或者因應你的情況 而作出一個很個人的服務給你 一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其實大家的資金都不同 其實你的預算是多少 因為你可能是百多萬港幣 其實在英國你可以貸購也行 但是那塊錢你也可以買到三間HMR 這樣玩法也做到 所以你每一個投資者都要清楚 所以你想要的錢是怎樣去投資 正正正就是傢俱你剛剛所說的 即一塊錢可以分得不同的玩法 那就帶來給我下一點 就是究竟你承受的風險有多少 即是如果你一塊錢 一塊錢也有一個購物 那個風險一定是很低的 但如果你去到像同一塊錢 需要三間HMR多一點時間去管理 那麼相對的風險便較高 其實都是看回自己的家 經濟狀況 年紀 大家的承受風險程度有多少 究竟你不是一個進取的人 還是一個相對保守的人 總括來說 大家也要想一想 我們剛才所說的問題 其實我們Pure Living 也想幫大家找到一些合適的投資學問 究竟哪些適合你呢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問號 在下面有一個描述 這裡也可以填一份 我們可以更加了解大家的需求 以及自己的狀況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